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公使贤参赞李斌指出 意大利一直走在欧盟对华交流前列 两国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经济优势互补 这次在罗马举办的广州故事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交流故事会现场来自中义两国文化艺术 经贸企业研究机构等各界人士 为中义两国的友好交流建言献策 出生于广东的广汽欧洲研发中心设计师爱德华苏索先生 分享了他眼中的中国制造 通过这场中义友好交流故事会 罗马友人亲身体验到中国是现代化 在广州的实践成果 也深深体会到广州与罗马 中国与意大利千年交往的深厚友谊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此次在罗马举办的广州故事会 吸引众多意大利的主流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不仅向世界推荐了广州的独特城市魅力 也成为广州和意大利深化商业和贸易关系的重要平台